好,带我杀了谭云再来帮你们。 留下浑浊泪水的白渊冲芳无痴二人呐喊,随后便朝谭云急速飞去。 长儿别冲动,让威夫来杀他。 白渊此刻自责万分,若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对付谭云。 追悔莫及之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大儿子明明有越级挑战大地境七界强者的实力,为何面对大地境一界的谭云会如此不堪一击? 父亲,孩儿听您的。 大地境九界的白昌目光悲伤的引声后,便死死盯着谭云。 谭云,先杀我三弟,现在又杀我大哥。 我是你祖宗,待我父亲逮住你后,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就算你父亲能抓住我,很可惜,你也看不到,因为下一刻,你会死。 鸿蒙神步。 下一瞬,让白昌彻底惊悚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以自己大地境九界的实力,也只能隐约捕捉到一道紫色残影朝自己冲来。 父亲,快来救我! 白昌的求救声戛然而止,却是谭云突然出现在他身前,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谭云踏空而立,左手像踢小鸡仔一样,将白昌提了起来。 我和你拼了! 白昌面色通红,神色痛苦,右手持剑便朝谭云胸膛刺了过去。 谭云右手闪电般握住刺来的剑刃,随着一道清脆声响,他右手发力,那神剑便被硬生生掰断。 力气破空的呼啸声里,谭云手持断刃刺入白昌小腹,顿时血流握住。 白昌的惨叫声让人几倍发寒毛骨悚然。 谭云不要!谭云你别杀我儿子! 失去作弊的白昌,凌空悬浮在谭云身后万丈。 我三个儿子已经只剩着一个,求求你别杀他,你放了他,我白昌可以发誓,我们之间的恩云一笔勾销啊。 话音未落,谭云已拔出了刺入白昌小腹的断刃,他缓缓回首漠视白昌。 一笔勾销? 哈哈哈哈哈哈,若非当年老子实力强大,我和谭谭已经在试魂深渊内被你三儿子和那日天日地日玄黄死兄弟杀了。 若非老子现在实力强大,就在方才已经死在了白昌手里。 你倒是好啊,见儿子不是我对手就像一笔勾销。 还有,我谭云做人的原则,就是我说过的话,就是要兑现。 方才我既然说过,让你看着你两个儿子死,那我是不是得做到? 谭云,我白昌发誓,你敢杀我昌儿,我今日必杀你。 必杀我? 白大元帅,你觉得你的威胁在此时此刻没显得很苍白吗? 白昌我杀定了,我倒想瞧瞧你如何杀我。 就在白昌痛苦不已之际,谭云左手掐住白昌,右手紧握断刃,不断刺入白昌的胸膛。 佛倩,为我保守。 白昌的声音加然而止,已然被谭云冻穿了脑袋。 谭云将白昌的尸体甩飞之后,左掌隔空一推,一捧鸿蒙大帝之力,便让白昌尸骨无存。 长儿! 白昌手持长矛便朝谭云杀将过来。 空剑分身,空剑神矛,坚决杀。 白昌凝聚六尊与真身一模一样的分身。 七个白昌手持二阶极品神矛,在苍穹中以玄傲轨迹极速闪烁移动。 接着,一千到万丈矛影瞬间出现。 方圆数百万仙力虚空顿时支离破碎,气势害人无比。 而这空间神矛千绝杀,便是白昌最强大的神通。 他一出手便想将杀害自己三个儿子的谭云灭杀。 虚空震荡轰鸣震天,一千到山岳般的毛影便自虚空从四面八方朝谭云轰了过来。 谭云必无可避,当然,谭云也无需躲避。 想杀我,恐怕你还没那个本事。 谭云嘴角微微上扬,一念之间,鸿蒙神剑便飞出脑海,出现在右手之上。 随着他施展鸿蒙世神剑爵,气息节节攀升起来。 很快,谭云的气息便超过大地境十阶,直逼十一剑。 他右手高举鸿蒙世神剑,施展剑爵中最强神通九世诛神。 瞬息间,谭云自虚空中以不同方位闪烁,迅猛无比挥出九剑。 九道十志般的万丈剑芒,散发出十一种属性的大地之力,宛若一朵巨帘以谭云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漠然绽放。 震儿御龙的急促巨响里,九道剑芒脆骨拉朽冲入毛影之中。 虎兮剑,剑芒毛影皆是消散无踪,只留白鸳神色惊恐。 这,这怎么可能,你取取大地境一剑,实力竟与本大元帅旗鼓相当,还有,你为何能施展无形,风雷,世间死亡,光明属性的大地之力? 在我谭云身上,没有什么不可能,至于其他的事情,无可奉告。 本大元帅就不信杀不死你,哀啊! 舒染,白鸳残叫出声,他五官扭曲七脚流血,头颅上瞬间焚烧起了缥缈的火焰,却是他焚烧大地魂来强行提升实力。 而此刻他的气息已经陡然保障了三分。 谭云,我要你死! 白鸳手持长矛,气势汹汹朝谭云凌空杀却。 五致,鸿蒙图神见阵。